川普总统6号在劳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 先以正确姓名欢迎苹果执行长库克 但不久后,他直接把库克叫成Team Apple 而坐在川普身边的库克和川普长女伊万卡都未发言更正 川普口误立刻引起网友热传 有人开始重新把各大企业执行长改名 比尔微软、伊隆、特斯拉、马克脸书 虽然有些人借此取笑川普的口误 但库克本人却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 并在第二天就把自己的推特名字改为Team Apple 当然,这个Apple是苹果公司的标志 更有意思的是,Team的这个苹果标志只能在苹果设备上显示 在Android和Windows上都不能正常显示 有网友还以为Team的推特账户被黑了 新唐人记者曹景哲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街上 欢迎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街上